长行珠宝 百达菲利时间 晚上七点整 亲爱的听众朋友 大家晚安 欢迎您在晚间七点钟 准时收听戏谷华人电台的财经天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4年的8月25号 礼拜一 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美国的股市又是表现得非常好的一个礼拜 同时在上个礼拜五呢 在Jackson Hall 由世界的央行的总裁们也都出来开会 也都出来报告 也都出来说话 但是呢好像再给再度给美国的股市一个booster 变得今天又是再度的上涨 首先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这个call in的节目 请到的嘉宾是黄建雄老师 我们主播室的电话是650-968-2000 黄老师你好 周乐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看到在上个礼拜 道琼斯上涨了338.31点 纳什达克上涨73.62 标普500上涨了33.34 纳什达克一共上涨了151点 那再看到今天今天收盘的点数 首先是标普500在盘中登上了2001点 收盘是在1997.95 成长0.48% 道琼斯上涨75.65 做收在17076.87 成长0.44% 标普500上涨了18.8 收在4557.35 上涨了0.41% 这样子强劲的这个股市 如果单看短期来讲实在是非常的漂亮 首先请教黄老师 在技术面在基本面真的这么好吗 同时这个市场有没有被高估了 是不是有一点overbought的情况 它的PE值来讲 它真的这个市场反映出真正的股市上涨的这么漂亮的一种基本面吗 所以看基本面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从来都是股票市场都是不能够用经济来看股市 股票市场呢 往往就是因为经济不好的时候 它的表现范围是非常好 现在也是同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今天的消息 就是上个星期 在娃娃文的Jackson Hole那里 开一个这个经济的会议 当中那个Fedry Reserve的Chairman 就是说现在其实尽管这个经济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成长 可是还是 还是有引诱 所以他就是觉得在加利息方面 会要谨慎一点 所以就是说他还是比较温和 对于加利息 未必就是快一点加利息 所以这个对市场是有帮助的 另外欧洲的他们的经济 在过去一段一纸的报告里面都是走弱 甚至在衰退中 甚至意大利也在衰退 德国的也不太好的数据 所以那个他们欧元区 欧洲央行的这个总裁就出来说 他已经准备好所有的这些一切的方法 去会推动的来推动这个经济 所以大家觉得他很快可能就是出台 新的气急经济的政策 有可能下个礼拜就可以出台 所以这个对于欧洲市场来说帮助很大 今天的德国涨了1.8个percent 然后法国是涨了2.1个percent 是蛮多的 所以这些都是基石美国股票的一些好消息 当然再加上中国近期的经济数据也不太好 然后大家也正在期望中国的中央银行也会出台新政策 来刺激经济 对 所以所以全世界的央行都都是 现在还是出台新政策来推动经济的情况之下 以前是说我们就说不要和美国的中央银行作对 现在既然有三大央行都有一样的想法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够和三大央行来作对了 所以这个市场现在看涨 就过去12天涨了9天 然后今天这个S&P500又创新高 曾经一度破了这个2000点这个关卡 是 尽管呢 收市的时候有一些回落 可是还是非常稳 所以在这些央行都会去及这个经济的出台新政策 支持这个经济的话 这个市场还是还是看好 因为技术上我们也已经看到 S&P500创新高 创新高往往都是一件好事情 另外Nestad呢 就是14年的高位 然后Russell 2000也涨回去 攀上去那个收复50天均线 所以技术上趋势是看涨 这个市场会不会太贵 最主要的就是没其他的好的回报的地方 把钱放进去投资 利率很低 没其他的渠道可以帮你 赚到钱 赚到钱 好过那个股市 股市的 所以还是这个原因 所以你想了想去想不到其他的原因 很多人都想出很多的理由 这个市场要下来 其实在这个时候 这些理由都没办法把这个市场拉下来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 钱是要投资的 可是没其他的投资渠道 比较股票市场好 所以一定要放进来 好我们先看标普500 标普500其实把weekly chart打开的话 从2010年的下半年的9月10月开始 就是一波比一波高的趋势 这种趋势尤其是从2012年的年初 一直到现在 整整了三年了都没有跌过 50天的或者是100天的这个均线之下太多 而是沿的这条moving average一直往上攀升 其实今天收盘的时候 1997点 距离盘中的高点的2001点 其实是等于一样的 没有跌过什么太多 但是你要知道 比如说是1000点或2000点 这个都是很大的 很大的一个意义的点数 那看看标普500 我们现在看看他的阻力和支撑好吗 是 他刚刚突破了以前 以前就是7月底的高位 1991 所以创新高 今天曾经一度去过2002点左右 当然今天破了 可是并非说他一定就是 从明天开始就猛涨 也不一定 就是因为你说了这个2000点 就是一个关卡 是比较难过的一个关卡 今天过了 早上过了 可是收视还是低过他 1997 1998 所以最近可能市场 可能就是在这个2000点附近来交易 要有更好的消息来推动他 再上去这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比较谨慎 在这趋势是看涨 我们希望他就是能够有一些调整 然后再涨的话 那么就比较健康一点 现在涨了这么多的话 要遇到这个2000点的关卡的话 尽管刚才我们说的 好像都是蛮不错的 的期望 这个消息 可是技术上 我们还是要担心这个2000点 最近能不能够确确实实的冲过去 好 那第二个主事 我们要来研究一下的就是道琼斯了 道琼斯30 今天是收在17076.87点 这个也是同样的 虽然没有像标普500走的如此的顺利 但是时间点也都差不多 跟我刚才所跟各位报告的2010年的10月份开始 也是真正的是从2012年的年初 一直到现在也是扶摇直上 当然有几次是碰了均线之下 现在还是表现得不错 道琼斯在7月份到8月份的时候掉了900多点 到8月份到8月底涨了900多点 基本上自从7月份没掉过 这么强的表现很小见 很小见 所以可是就和标普500一样 标普500的2000是主力 现在道琼斯的主力就是7月份的高位17151 所以现在是17076 151076就还差80点左右 80点左右 就到那个 所以道琼还没破新高 S&P500又遇上2000 今天还是掉回来 所以这两个点可能还是市场的主力 在技术上来说 所以要有好的消息 今天就比较 消息是蛮好的了 可是他依然还过不了这两个关卡 所以最近尽管市场看好 我们的策略可能就是 他掉下来的时候我们考虑买 可是现在还没掉下来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点要下来的意思 就是要调整 就是破不了这两个 这两个关卡的话 好 所以这样听起来 这个意思就是逢低是买进点 而最好不要追高 是这样吗 现在是 好 目前是这样子 我们时间的关系 现在要来略做广告 然后回来以后先讲 那是达克的指数 他的情况又是怎么样 同时我们已经见到听众朋友的call in了 那有一些股票是经常问到的 那我就不会放在第一优先来回答 像CSIQ几乎每天都有人问 那其他的股票又重要的 又比较少被问到的 我们就把这个机会留给大家 好 我们现在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ACE免费土地投资讲座 Nina欠团队指导建立和保护您的财富 让你有土有金有未来 哪一些是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块 增值钱力大的是地上的屋 还是屋下的地 如何利用Aira退休金账户投资土地 Nina欠团队已经帮助了许多投资人 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请来参加Ace Capital Group Nina欠本周末举行的免费土地投资讲座 8月30号礼拜六下午 Mupiter's Crown Plaza Hotel 有茶点有抽奖座位有限 报名电话510-396-8087 510-396-8087 510-396-8087 Rebecca Lean房屋买卖团队房源充足 买方遍及全球 专业的服务 让您省心省时又省钱 Cupertino学区屋源源不断 免费咨询请致电Rebecca Lean 408-720-6800 有回报也就有相应的风险 湾区房地产市场走势强劲 Las Vegas是否适合分散投资 或者是互补投资的组合呢 还有更好的投资策略吗 8月30号星期六 曼妮卡洋邀来 Las Vegas商业及住家房市场专家 讲解投资机会所在 及优化投资模式 详情及订做 请致电408-823-9780 823-9780 或上网至www.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澳神美股 美股第一免费电邮提醒 专注美股小盘股投资 百分之百免费 家居股 自提醒后上涨百分之一百二十五 娱乐概念股 自提醒后上涨百分之四百 提醒股 少儿经 网站注册 www.auxenstock.com alshtmstock.com 提醒金针道妙 编辑短信stock到37284 免费热线电话 1800958-8561 董燕洁房地产经纪 Max Real Cupertino 董燕洁服务硅谷12年 从Saratoga到苗毕达 从Pala Auto到圣河西 董燕洁专业诚信 卖屋上市1.5% 电话650-867-1248 867-1248 董燕洁执照号码 01377923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欢迎您的call in 650-968-2000 黄建雄老师您好 大家好 我们再看一下NASDA NASDA也是 这个有的时候是比 老经济的这个股票的指数 要表现的漂亮 当然今年在年初的时候 受到某个人讲话 结果他的生化股先下跌了 然后今天比较雄猛的一些sector 反而是能源股 还有是finance的股票 因此我们的朋友里面 有几个人是问到银行股 我们先看到纳什达克 今天收在4557点 那么他这一波的是怎么样解释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的strategy 来对待他 NASDA在2000年3月底的时候 达到最高点 历史高点就是5132 现在是4557 经过了14年 14年我们差不多到回去 那个2000年那个时候 那个接近那个水平 这种心理的拉力 有可能最终它要达到5132点 上去一下 就是现在的第一个目标的主力 就是大概4700左右 我们要看历史 要看回去十多年前 那里可以找到一个主力 就是大概4700左右 近期还是蛮看好 他创了这个14年的高位 然后现在今天 尽管有一些收市 之前有些回落 可是还是蛮不错的 还是继续看好 好 黄老师在我们的节目中 有一位股市分析师 他跟我们说 在明年纳斯达克 可能会涨到6000点 您觉得呢 我们要首先看到 看到5132 那个历史新高之后 我们才想 他能不能够加上去 一步一步来 先一步走一步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在本周所要注意到的 财经新闻的展望 在今天是商务部 公布了7月份的 新屋销售的报告 这个报告是比较不好的 但是at the same time 把6月份的 新屋的销售量 往上调了 在明天上午的 加州时间的5点钟 商务部呢 会公布7月份的 耐久财报 就是Durable goods 的一个报告 Stanford就是 史丹普上午9点钟 公布6月份 以及第二季度的 一个房价的指数 然后工商协进会 上午10点钟 公布8月份的 消费者信心指数 在礼拜四的 劳工部又要公布 在每一个礼拜 第一次领失业金的人数 同时也会公布了 Freddie Mac 每一周的 申请贷款人数的 增减多少 在礼拜五 商务部要公布 7月份的 个人收入 已支出的报告 这几个都是 我挑出来 觉得比较重要的 大家可以 就是不要看 一个月的成绩 而把它划一条线 看看这个趋势是怎么样 好 我们先讲一讲 最近的这个盘的趋势 就是逢低买进 但是也要挑sector 比如说像今天比较好的 finance的sector 还有能源股 是不是也在黄老师的手中 觉得是 等级是A的股的sector呢 XLF这个类股 是蛮不错的 因为它经历了 从6月份 到这个 现在已经8月底了 刚刚就突破了 这三个月的高点 往往这个盘整 越长时间 它突破的时候 的力度越好 所以这三个月 还是蛮长时间的 它这两天突破了 所以它的趋势 是看好 然后23这个地方 是突破点 所以会守得很稳 下来的时候 不会 很难再跌下去 所以现在是23块3毛2 所以23是很强的基层 所以这个 应该还是可以 有机会 再涨上去 然后再上去的话 就是25块 是它的历史新高了 好 通常很多人都喜欢 把在股票市场中的 有一些 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 target 来互相比较 来作为 要看指数 股票是上涨 还是下跌的一个indicator 比如说 在一阵子以前 美元下跌 就表示股票要上涨 但是最近的情况 又是走相反 美元上涨 股票也上涨 比如说 UUP是我们大家大众 所比较注意的 这个US dollar的power share 自从是在7月初的21块多 一直到一个半月 现在已经是22块整了 这个趋势走得很高 走得很陡 在美元和股市之间的关系 又是什么呢 指现在而言 现在而言 美元为什么这么强呢 就是它和其他的国家来比较 和欧盟地区 欧元肯定是美元强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 欧元区会出台量化宽松 另外宽松的话 对那个欧元不利 因为他们的经济 比较美国来说 是比较差的 所以美元对欧元 是看好 当然对其他国家 像人民币这样 最近的美元也上去了 蛮多的对人民币 也是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为中国最近的数据 也是不太好 所以现在来说 就是美元这么讲的话 就是因为它和其他的国家的比较 它的经济还是比较好的 好的 所以它美元上去 那么股票市场 最主要就是因为 美国的经济 还是比较其他的国家好 所以有可能外面的钱 可能进来美国的股票市场 当然还有我们所说的量化宽松 欧元区的量化宽松 其他的央行 也是很想做同样的动作 这种情况之下 所以就是推动股票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正式的回答 听众朋友们的问题 第一个问到的是PES Smart PETM 它在7月初的时候 跳空上涨从60块一直跳到 66块 67块 然后就没有下去填过这个洞 今天是70块半收牌 它的近期的走势 近期的走势 它整体的走势是看好 因为它在6月份到7月份的短时间 造成了一个倒行逆转 这种很强势的一种形态 可是从7月份到现在呢 都是这两三个月 都是在盘整 盘整 就是 短期就没趋势 因为 因为你在盘整 它的盘整的 区域就是 是66块 到那个 现在是72块左右 所以 假如它能够通过那个72块的话 就会 十种突破 那么突破的话 它会会长得比较多一点 在看长期一点的图的话 它已经是接近历史高点 所以它突破近期的高点的话 会会长得蛮好的 有可能就像90块那上面走 哇 好 讲的是PetSmart 再来讲一个是Sun Edison 代号是SUNE 22块5毛1 Sun的话 就是 可能这些是 不知道是不是utility的股票 因为它波动不是很大 尽管它现在是上涨的趋势 上面的 也碰到了主力 23块是主力 所以 趋势看长 这个是它的上涨的空间 好像不是很大 除了23的主力之外 上面是24块3左右 又是第二个主力 所以上涨空间可能不会太大 OK 下面看的是 下面看的是一个 iShare 它是Mortgage的REIT 它的代号是REM REM12块8是今天收市的价格 REM表现不错 它是 趋势是看长 那么基称呢 就是 12块7 左右 它的主力 是大概12块9 左右 好 我要跟听众朋友说 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完全回答完您的问题 我们的节目还有一分半结束 下面一个是Solar的股票 JKS JKS 29块一毛二 JKS最近涨得不错 也突破了这个200天均线 200天均线是29块 所以今天是29块一毛二 可是今天的表现显示 它有可能近期可能要回调一下 那么回调下来的话 假如它守不住29的话 下一个主要的机枪是27块半 哇 OK 3D打印机 DDD 51块04 DDD 它是尝试做见底 可是我们要想证实它是真正见底的话 它应该会突破53块7 上面 再讲多 两块多的话 才能够证实它是不是见底 现在有这种趋势 因为它近期比较长得多一点 有一个指标显示它有一些超买 超买的现象 又遇到那个主力的话 它可能赚实还是上不去 好的 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了 非常感谢黄建雄老师 我们要进一段工商资讯 回来要访问IVGO的校长 他是Nick Ne 他要讲的强调的三个主题 第一个是成年人学音乐 新闻比想象中的简单 第二开学在即 如何要克服孩子们不要addicted to video game 同时IVGO他们有很多的课后补习的课程 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下半场的访谈 有回报也就有相应的风险 湾区房地产市场走势强劲 Las Vegas是否适合分散投资 或者是互补投资的组合呢 还有更好的投资策略吗 8月30号星期六 曼妮卡洋邀来 Las Vegas商业及住家房市场专家 讲解投资机会所在 及优化投资模式 讲情及定做 请致电408-823-9780 823-9780 或上网至www.greiclub.com 登记报名 山景城老赵川菜馆 8月全新菜单隆重推出 红烧肉毛雪旺 大盘鸡水煮牛 酸菜豆花鱼 四川凉粉 麻婆豆腐 招牌口水鸡 呛土豆酸辣汤淡淡面 夏日炎炎 一瓶啤酒 两碟小菜 三盆四有 相聚老赵川菜馆 地址400号 Muffet Boulevard Mountain View 电话650-262-9728 650-262-9728 ACE免费土地投资讲座 妮娜欠团队 指导建立和保护您的财富 让您有土有金有未来 哪一些是投资回报最高的地块 增值钱力大的是地上的屋 还是屋下的地 如何利用Aira退休金账户 投资土地 妮娜欠团队 已经帮助了许多 投资人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请来参加Ace Capital Group 妮娜欠本周末举行的 免费土地投资讲座 8月30号礼拜六 下午 Mupeters Crown Plaza Hotel 有茶点 有抽奖 座位有限 报名电话 510-396-8087 510-396-8087 510-396-8087 房屋市场太微妙 一会儿多的卖不掉 一会儿生怕抢到 本公司买屋买屋及贷款 利盈两体才一 拔准时机 买得低 买得高 贷款做得快又好 整权 喜新 梦里香 金算子买无买无几代 反一步到位买卖 这几时贷款开启 真可谓 贷款做得好 全名数学呢 买无买无妙 金算子出奇招 惠敏博士毕业于清华 Uni Stefford 电脑成算过目 想一加州 510-353-0855 或Gindalong.com查询 房贷利率创一年来的新低 41万7 Conforming No Point No Fee ReFi APR 30年4.0 15年3.125 头5年固定2.75 头7年固定3.0 41万7-200万的Jumbo 30年4.125 头5年固定2.75 头7年固定3.0 自付Closing Cost 利率会更低 详情情恰 Good Game贷款公司 Ninsley 408-209-0188 408-209-0188 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现在让我们来访问 我们这个单元的嘉宾 他是Ivy Go的校长 Nick Ni Ni校长 你好 做得好 听众大家好 哇 在这个时候 我们来做这段访谈 可以说是非常的合时机 因为学生从这个礼拜开始 都要上学了 家长呢 等到孩子一上学 尤其是新移民的家长 也觉得无所事事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就这个学习的开始 来做一个主题 学生有哪一些事情 是必须要想到及时做到 容不得我们拖 也容不得我们等的事情呢 我觉得学生在每个学期的开始的时候 have a strong start 是非常重要的 万事开头难 其实万事开头好 非常重要 可是一般家长的心态 就是说我等到学校开学了 如果孩子们有哪一些challenge 或者是有哪一些struggle的话 慢慢等等 我们再去跟学校的counselor谈 这个呢proach是一个不是很好的proach 为什么呢 因为经常学校的这个system 是帮助学生上大课的 特别是学生看的什么年龄段 特别学生有时候大一点 12岁以上左右的 不太听话的时候 这个事情往往不太见效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concept是什么呢 act now act fast 有哪一些事情必须要act now呢 比如说你发现学生成绩不好 然后你看为什么呢 你看到他 他每天在上网 每天在打video games 你看act now 要叫他stop这个addiction 对 特别是video game addiction 我以前可能在这节目上面谈过 在我个人认为 video game现在是美国 同时在全世界 是唯一合法的毒品 这个真的是跟毒品一样 跟西大妈一样 而且比他们危险危险的多 非常之多 因为比如说你现在 我是一个drug dealer 我不可能是说我在电视上面 在youtube上面 在promote 我不可能是promote我的那个病毒 不可能promote我的cocaine 对不对 对 video games legally dodge promote 对吧 对 而且学生还跟你跟你说 这是什么人人的玩 对吧 连父母在旁边 开着车子 孩子坐在后面 就是低着头 低头足 他们就是玩video game 并且小孩人手一个 人手一个 是这样的 我也不想让家长形成恐慌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video game有不同种类的 所以为什么video game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呢 是因为它有的事实上是不上瘾的 绝大部分video game是不上瘾的 少部分video game 非常之危险 但是它跟大部分video game 都混在一起 都通通都叫做video game 所以家长很难分清楚 现在有很多教学都是在网站上面教学 对对对对 但是它不是video game 但是事实上有些也是play based 所以很多就是把video play和video game addicted video game 就混在了一起 所以正本清源 不管什么事情太过impulsive 都是不大好的 对对对 所以小孩要开学的这个年纪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就防范于开学之初呢 防范于开学之初的话 第一就是他们进入状态 第二的话什么坏的习惯 特别是video game 因为现在暑期比较轻松嘛 所以学生经常会花大量时间上网去玩啊 这事要开始cut down 那它慢慢进入状态 特别是现在学校 有的学校已经开学了 已经开学了 对 所以一开学 父母亲一定要帮助学生们要 进入轨道 对 进入轨道就是要把放出去的心收回来 对对对 进入状态 进入轨道 而且呢 如果你发现小孩脱离了轨道 act quick 因为我们是开补习班的嘛 经常最大部分见到的就是说 拖了几个月了 三四个月四五个月 有时候拖了几年了 再过来想解决问题 太慢了 太晚了 太晚了 对 ivgo就是一个专注于客后辅导 是你们的服务项目最大宗的一项 对对对对 那现在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ivgo的地点 还有客户辅导的内容 我们地点是在San Mateo 在Hillsdale Shopping Center附近 我们的服务内容主要是大学规划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客户辅导 特别是英文啊 数学啊 这等等 那么我们还有我们的学期保证 学生在一般 比如说单词 15个小时 他们可以进步一个年纪 然后阅读理解和数学 他们三四十个小时 可以进步一个年纪 这都是我们 我多年来做教育的传统的保证 教学质量保证 所以然后还有一些 after school program 然后其中我们还有一个 很多就是study skills 哦学习的技巧 学习技巧 其实也是思想工作 就是特别是为 开这个program 设计这个program 很多成本就是要针对 video game addiction 我每天都在battle这个东西 每天都要battle这个东西 真的我学生 家长总是现在 哎呀咱小孩不愿意读啊 说你课本设计不好 我说什么课本设计不好 把课本拿来 我跟小孩谈一下 一谈 哎呀 我干嘛呀 well 我干 干嘛 哦打video game 问他半天扰了一大个圈 回来是再打video game 然后我就问他 那你只要以此为生 你以后长大干什么 没想过 我想你觉得 你打video game 可以生存吗 可以 这就是video game industry的危害 这些小孩是几岁呢 十来岁 十几岁 从初中到高中生 还有更小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video game 这个industry 非常是危险 他们创造了个人的英雄 我们很多家长不知道 特别是华人家长不知道 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中 industry 就是video game industry 已经create heroes 这些heroes 这些heroes怎么样 每年可以make millions or tens of millions of dollars income 哇 by playing video games 就是我打电子游戏 我每年可以赚一千万 对 那这小孩怎么看 哇塞 那打电子游戏太好玩 还每年赚上千万 那我也要打电子游戏 干嘛念书啊 对 他们没有想过 这是十几十来亿人 几十亿人中 一两个人 偶尔有这么一两个 但是video game industry 就偏偏地去promote他们 可见的 尼校长 你一个做学术的人 开课后辅导的人 都已经realize 这些问题是如此的普遍 可见的已经深入学生 百姓间了 而且这个现在是无法可管的 无法可管 我觉得美国的政府 或者我们家长 应该要团结起来 应该要想办法阻止 读学video game video game addiction video game drug must stop 是 好 我觉得99.9% 都要从家长跟学生配合 从家长学生配合 我觉得 现在我个人的力量 是很微小的了 但是我觉得 我说实在 我也不知道从何开始 但是我觉得 we need to take action parents need to take action to fight against video game 这个industry 因为他们是很强大的 这是multi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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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 industry they have tons of money they're promoting this they're brainwashing 我们的小孩 这个video game 是好的 你可以以此为生 你可以有美好的未来 等等 这个又是要练习孩子们的自制力了 太难了 我相信是非常困难的 对 可是如果要借着这个意志力 focus在学问上面 这个也是可以训练 把自己的小孩的mindset 要导入正轨才是正图 所以我听到Nick 你这个ivgo的校长 在开学的前夕就讲这个话 可见你已经观察很久 已经感同身受了 我已经为此而奋斗了很长时间了 是是是 好了 那一开学了 那ivgo也介绍了 就是在Sumert Hill 对 Hillsdale Shopping Center Hillsdale Shopping Center 的附近 这个学校的报名电话 或者是查询电话 是650-235-4198 650-235-4198 还有很多家长们 他们的英文不是太好 也许他们是新移民 那么孩子上学以后 自己时间也空出来了 也可以来学学英文 这是如果您自己想要 在英文进步的话 其实处处都靠着孩子来翻译 来说 他们自己有时候都讲得不太好 对 并且我们自己也不愿意 depend on自己的小孩 对 我觉得家长最主要的 家长没有认识到 这个事情可以是多么的容易 哦 并没有那么难 并没有那么难 但是家长经常选择的是 最难走的一条路 就是去adult school 去adult school 或者是不学 最大的选择的是不学 然后第二个更难的 也是就是第二难的路 就是去adult school 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中 已经由尼校长给我们介绍过 adult school的英文课本 不是给中国人的设计的 语言的观念而设计的 都是为了欧洲人啊 西班牙裔 西班牙裔了 他们的发音 他们的口语比较容易接受 他们有英文基础 是 对 因为他们的语言 你英文很近 所以他们有天然的语言基础 是 不是给我们华人设计的 是 我们的华人的家长想要学好英文 因为我们是住在美国 对 一定要去一个由中国人设计的英文课程 对 来给成人们来学习 自从我们的节目播出以后 已经有家长来跟您学习了 对 我们很快的 像我们有的 就像上次我们节目做完之后 对不对 对 第二天就有家长 就有学生来 学生来 上了一个星期 上了几天 跟我上了几天课之后 就直接上入了全英文收课了 就是可以这么快 是 对 其实您分析的很对 大人学英文 除了在发音方面 对 其他方面都比小孩子来学英文 要快得多 要快得多 因为理解力 理解力 还有胆子啦 还有胆子 还有知识 知识面 呀 我非常相信 那也是打同一个电话号码吗 对 650-235-4198 是 650-235-4198 在学生方面 我们家长千辛万苦的把小孩子送到美国来 对 都是为了小孩子的教育 对 至少美国的教育 的确是比在东南亚的国家要自由 课堂上喜欢小孩子的participation 这个实在是造就了小孩子的individualism 发展的比较强 对 美国的教育有它的很好的好处 是 灵活性 时间要灵活 给学生的freedom也更多 但是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时代 电子时代 电脑时代 是 网络蓄力时代 是 这个 网络虚拟时代 哇 在这个 所以我们现在是两个 我们叫做两个平行空间 就是说现实空间和蓄力空间是平行存在的 我们以这个空间已经真实的存在了 那么在现在的情况下 在另外一个空间是没有管制的空间 所以给我们家长 特别是华人家长 造成的管理上面极大的困难 是 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介绍的是有三个大主题 关于孩子们在暑假回来都很难把放出去的新收回来 尤其是对于video game的这个addiction是必须要破除的 对 的确是这个需要家长的配合 并且呢我们也寄望于ivgo一个学校的校长来从事这么大的一个project 实在是很困难 对对 所以提醒所有的家长 并不是只有您的小孩有video game的addiction 美国百分之二三十的学生都有 你看好多 很多很多很多 以前还可以说礼拜一到礼拜四不可以看电视 现在你如何阻止一个小孩 不用tablet 不用手机smartphone 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尤其我们矽谷湾区是全美国最时髦的一个地方 科技adaption最高的地方 买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在比一家有几个 对 实在是有它的upside也有它的downside 在成年人方面要学好英文呢 也必须要从听说读写四方面来下手 对 而到一个中国人开的学校 为中国人设计的英文班是最有效 并且最容易的一种方法 对 所以大人小孩都兼顾了 这个就是由一个学校在中半岛的ivgo就可以替您解决 电话号码是650-235-4198 650-235-4198 我们这个单元马上就要结束了 Nick给我们做一个wrap up 我的wrap up就是act now act quick don't wait 有些事情是不能等待的 对 感谢你 李小长 我们下次再谈 OK 谢谢 拜拜 拜拜 听众朋友休息一下近段广告 继续我们的访谈 马上回来 昌星珠宝隆重介绍德国顶级名表 格拉斯提原创Pandalunar 陀飞轮碗表 完美诠释传统制表技术 以手工奢华打造黄金分割表盘 配备碳为观止的飞行陀飞轮 上演和谐美学的传奇 请即光临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苗必达昌星珠宝 Frank流 加州第一 全美第一 28年房地产专家 经验丰富 业务范围包括住宅 商业地产 投资房 写字楼 购物中心 酒庄 国内及境外投资人士 需要咨询 请致电Frank流 408-313-2688 预约一对一面谈 或电邮至Frank.流88 at yahoo.com 华夏嘉景地产学院 华人民校 最新精准考题 并有实物训练 创下湾区最高录取率 以及最佳学生评语 我们还提供超低贷款利息 保证最低 同时卖屋优惠 保证一个月卖掉您的房子 并免费staging 扩大营业成真地产 贷款经济分成优惠 报名热线408-621-9920 621-9920 或上网 wwwgoodvillereality.com 同时我们有银行屋 短售屋 法拍屋 假作 矽谷华人电台各项节目 除了在svcmedia.net 网站重复收听以外 我们的节目也放在 Facebook YouTube 以及新浪微博中 您只要搜寻 SVCmedia 或是矽谷华人传播公司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精彩节目内容 让您随时随地都可以享受SVC 听众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华人电台的各项节目 我是周乐 现在介绍ivygo的校长 Nick 你好 周乐好 听众大家好 不要说现在还在暑假哦 过着过着暑假即将结束 学校又要开始了 那我们今天呢就非常简单的 并且非常提纲切领的跟各位家长 同时要提醒各位朋友们 在小学初中高中课业即将开始 一个新的年级即将开始的时候 那分年纪的不同 每一个阶段的孩子 父母亲应该如何帮忙自己的孩子 进入开学的情绪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warm up warm up 像运动一样 像运动员 因为事实上学生上学嘛 这某种就是运动员嘛 你马上要上场比赛了 然后你就直接就walk on the field 这个是不行的 对对对 body injury 很可能就抽筋了 是 很可能就成绩不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warm up一般是两点 最重要的是精神上面的warm up 那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要收心 收心 收回来 对对对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收心的办法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让学生做一些作业啊 做一些练习啊 特别是数学 为什么特别是数学 因为我自从中国大陆来的 我们中国教数学 你教了就不忘忘不了 因为练习太多 美国教数学练习不够的 所以很容易忘 他只教了你逻辑 然后也不强迫你练习 练习有看各个老师了 所以经常比如说现在一个学生 我马上要去上明年的数学了 因为他暑期很多学生 如果没有做过academic的课的话 他就是code 他会忘掉很多 所以他一上学就会跟不上 或者是觉得很生疏 他就很难就说一下子进入状态 特别是数学 要warm up 特别是数学 其实我觉得各科都一定要warm up 就是说这个孩子也许是在美国出生的 那我们就不能用 foreign student的心态来衡量他 但是即使是美国出生的 American born Chinese 他照样也是要warm up的才行 大家都要warm up 他如果老师每三秒钟就要去弄一下smartphone 你说烦不烦啊 然后这是warm up 总体来说 经常家长问我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很多学生家长就在问我 那么学校开学之后 我该做什么 我怎么样 现在该做什么 替小孩规划一下 学校该做什么准备 其实跟个 这是家长问您的 对对对 家长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时间段 那么事实上根据小孩不同的年级 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小学呢 事实上小学家长就是两个事 一定要注意了 第一个事呢 就是说要替小孩做 特别是到四五年级 要做两个准备 一个是数学分班 数学分班了 对经常是五年级 或者是就是六年级 进入初中第一年分班 数学很多好的学校会分班 他分班是按照成绩啊 按照成绩 他进到会给考试 那么家长就问 那我小孩怎么能够分到 就是高班 就是advanced班呢 他学校大家上的课 不都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有的孩子就分的高班 有的分的低班 因为很多事实上家长 自己在家里教 或在外补习的 那些学生 他成绩数学更超前 他就跳了一级 所以他跳的这一级 里面的课业就更难了 对 但是相比之下 这个学生的荣誉感就更强了 不关注荣誉感 这直接关系到以后高中的 你能够上什么课 后我们现在谈的是小学 对对 就已经讲到高中了 他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是 所以这个是家长要做了一个准备 在这个年级 可不可能 我小孩可能要分班 数学要分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小学是习惯的培养 养成好的阅读习惯 好的习惯 做功课的习惯 生活习惯 最重要的是生活习惯 好重要 对对对 但生活习惯呢 我们补习班叫做study skills study skills study skills study skills是包括生活习惯 学习习惯和学习技能 它其实包括了很广的东西 是 这个好 这个好 因为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家里家长很多事情也可以自己做了 主要是为了小孩进入初中做准备 因为初中是从小孩身体和学习的知识和各种方面 它是成长最快的阶段 中学 初中 初中 四大不大 四小不小 对对对对 这边是说两年 就是七年级跟八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六七八算是初中 对 在这个阶段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成长太快 所以它如果长直了 树长直了就长直了 长歪了也就 你很难把 歪下去了 在高中你想把它给变直了 太难了 因为它已经teenager了 你想一下跟teenager大家都知道的是最难丢的 可是要跟它对着干绝对不行的 对对对对 所以初中是关键 小孩小学的时候打基础 那么我们就直接就谈到中学了 你比如说我小孩现在在初中了 该做什么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话 赶快开始 study skills study skills 良好的念书习惯 还有念书有效率的习惯 一定要培养好了 还有生活习惯 要培养好 生活习惯 对 怎么就是要叫它专心吗 专心两个字 不光是专心 实践管理 要开始多考虑 要平时要做事情要有目标性 要有规划要有目标性 从这时候一定要开始多谈这件事情 那个我觉得你在做学生的时候 一定是一个study skills 对你来讲是发挥的极致的一个学生 no absolutely not no you're not no 事实上我是很昏昏沉沉的 但是到今天你就觉得有study skills 就会成功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因为我教学教这么长时间 看见成功的学生 study skills都强 然后呢 初中学校学生数学一定是分班的 所以这时候数学很重要 同时英文千万不要 英文实际上比数学总起来是更重要的一门 这时候初中 如果你小学基本功还没有打好 初中算是你的last chance了 初中一定要打好技术 如果有可能的话 数学能够分到最高班 那么在特别在八年级的时候 最高班是什么意思呢 就等于超过了同年级学生 一年半或是两年 这是很重要的 超过同学 一年半两年 这已经高出很多了 对事实上 如果家长 我们很多家长都是有点想的 以后小孩能够有机会 能够进 像我们说的Ivy League School 对吧 我们就我们需要叫做Ivy Go 就是帮学生策划这些东西 在初中 这个跳级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在高中是很难跳的 原来如此 对 这个是初中生 这个也分为了英文和数学 好像最重要的就是这两大学科 在初中 在小学和初中 主要这两大科 还有study skills 学校不开的这一科 事实上是最重要的一科 并且study skills学好了 不管应用到哪一个课程上 都是有收获的 特别是以后 说实际上小孩成功失败 往往不是成绩 是study skills 抓重点 抓重点 高中的就很复杂了 高中的如果你还没有work on 小孩就说很懒散的 不organize 不motivate 等等等等 拖拖拉拉 拖拖拉拉的 你还有一年折腾 九年级 你还有chance 因为很多好的大学 九年级的成绩 他也不考虑 他给学生一个机会 他给学生一个机会 像比如说UC大部分都考虑十年级往上的成绩 越接近小孩申请大学的时候成绩是越重要的 越重要 对 十十一十二 对 重要的不得了 对 所以呢学生还有一些机会 那时候去work on study skills 然后当然是成绩很重要 因为好 详细学生大学一般来说会看九年级的成绩 所以成绩 从high school开始 everything counts every point counts 非常重要 不得了 是 对 那么经常家长 还有个第二个问题 很大的问题就是选课 我该选什么课 基本的选项是选男的课 more difficult的来选 不要选简单的 如果有两者之间有选择 让学生去挑战 如果学生 我听到了这两个字 要他去面临挑战 面临挑战 因为如果小孩有 或者家长希望小孩能够 以后能够进长均诚大学 你必须现在就开始挑战 这个不是也要看他的程度吗 也不要太challenging吧 如果他有这个愿望 他一定要去挑战 就叫他去试 一定要 ok 因为你就算不这样去挑战 以后别人会问你的 为什么你在这之间 选容易的课和蓝的课 你选择了容易的课 是 那你选了容易的课 他们就觉得你没有信心 你没有勇气 你没有勇气 他们最欣赏的就是有勇气 有信心的人 而且能够勇于去接受挑战 而且是战胜困难 好 那就明白了 但是越到高年级 越要考虑到SAT ACT 还有课外活动的安排 对 那么课外活动呢 事实上应该是从初中开始安排的 不应该是高中 五六七就开始安排 其实按照了这应该是小学 六七八 哎呦呦呦呦 在不同的阶段你要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嗯 在小学呢 你主要是要做的是开发兴趣 去帮学生寻找兴趣 是 初中也是这样 只不过稍微narrow一点 到了高中之后 一般来说 你应该是有比较更narrow的一个focus 比如说我喜欢跳水呀 我喜欢打tennis啊 我喜欢就speech and debate 或者我喜欢医学 等等等等 你必须要narrow down 所以到高中之后 Ivy League School expect you to have a more narrow focus 如何能达到 就请加入Ivy Go 在SanMatelle Hillsdale这附近 在中半岛 电话号码是650-235-4198 650-235-4198 Nick Nee就是Ivy Go的校长 那我们提到了这么多 在开学之前 小学初中高中朋友 需要注意的事项 那么我们要知道 在Ivy Go 你们是如何配合学生 配合他的家庭家长 来帮助孩子 最重要的一个贯穿的 一个道理就是 达到良好的study skill呢 我们做的最多的 第一个是量身定做 量身规划和量身教学 这是跟我们很多 其方不一样的 就是说比如说 我们很多比如说教学中心 它会量身规划 就是给你大学包装 大学规划 我们除此之外 还会量身定做教材 量身定做教程 这是我们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有这种combination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我们自己设立的 就是根据我多年经验 我们自己设立的教材 study skills 这是我们几大特点 好 那来宣布一下 这个课程的安排 上课的时间 以及报名的方法 我们主要有三大服务 一个是大学规划 一个是tutoring tutoring就是量身定做教材 时间学生可以自己选择 那么第三个就是after school after school我们不是传统的after school 事实上我们叫做enrichment programs 一般是从三点到六点 一周五天monthly to friday 那么星期三和是early day 是从一点到六点 那么我们是一个fix fee of 590 a month 所以great deal OK 好 大学规划是另外的一种包装吗 我不喜欢用包装 大学规划我们不包装 大学规划的内容是包括什么 包括就是说学生选课 学生马上进入学校要选课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时候考SAT 如何考 所以正适合比较高一点年级的学生 九年级 九年级开始 对 然后还有就是说 那tutoring是什么呢 tutoring主要是就是说 新移民的英文教育 还有高中和初中和小学 各个学科的补习 还有英文数学的补习 各种 那after school呢 after school的话 我们主要是做 是何几岁的年级的孩子 是从二年级到十二年级 oh very comprehensive 那我们上次讲到的 学生的家长是第一代移民 要来学英文的话 在正常的这种孩子们上学的日子中 白天也可以来学习吗 早上 早上来学习 因为我们早上 我们的教师是空的嘛 所以我觉得家长跟孩子们一起学习 让整个的家庭中都充满了同样一个目的 一个目标 一个气氛 这个氛围就是很好的 周乐 我给你给分享一个 quick information 好 我们有一个成年的家长 在我们的地方上课 上了一个月 开始前一个月 基本上是我教的 双语教学 那么一个月之后 他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英文教学了 哦 上手这么快 上手这么快 所以我上回在电台上面跟你说过 是 教成人 其实 你教孩子容易 小孩更容易 因为成人他有一些优势是孩子没有的 对 是 非常好 请大家多多利用ivgo的电话号码 来报名参加您家里有小孩 或者是包括自己的各种的需要的课程 650-235-4198 650-235-4198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您 谢谢Nick 谢谢周乐 谢谢听众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周乐 矽谷华人电台 祝您晚安 明晚七点见 拜拜 拜拜 以上言论 纯属嘉宾之意见 不代表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及主持人的立场 今晚